肺癌高居國人癌症死亡率之冠 當腫瘤移轉到鳥部的時候 存活期只剩下幾個月 而晚期肺癌治療 一直是臨床上的一大挑戰 不過從今年三月起 健保正式將晚期肺癌雙標靶治療 納入幾部 條件包括無法手術切除 腦轉移等等 臨床證實可以有效延緩病情惡化 達到一年五個月 預估可為患者節省上百萬元的醫藥費 65歲的黃女士八年前確診罹患肺腺癌第三期 兩年後腫瘤復發 而且轉移到腦部 出現腦水腫現象 她因為肺腺癌具有EGFR基因突變 因此她除了口服EGFR標靶藥物之外 又自費合併抗血管新生藥物 進行雙標靶治療 至今快五年 她的病情已經獲得控制 但是藥費也花了上百萬元 一次都要差不多快五萬塊 不過肺癌腦轉移患者別擔心 因為從今年三月一號起 健保正式將晚期肺癌雙標靶治療納入給付 醫師表示在臺灣非小細胞肺癌約佔九成二 國人最常罹患的肺腺癌就是其中之一 尤其具有EGFR基因突變的患者腦轉移比例高達六成 但如果能使用雙標靶藥物治療 臨床證實可以延緩病情惡化達一年五個月 醫師強調肺癌死亡率居高不下與確診的期別有關 若能透過不同藥物搭配都有機會穩定病情 而這次肺癌雙標靶藥物給付條件 包括無法手術切除腦轉移等 預估可以減輕患者上百萬元的經濟負擔 記者拉署名蔣龍翔陽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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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綾萌蚊